哈囉 開始拍影片了 今天要講那個 Apple Watch的信電圖如何使用 OK 我剛才已經把那個 點一下我的那個iPhone OK 我的Test Max的 然後 掃一下我的臉 OK 掃一下我的臉 解一下鎖 OK 不要輸入密碼 OK 然後已經開啟了齁 其實要安裝喔 我已經安裝好了 然後點到我的 我點到我的那個App裡面去 OK 這個有顆心跳的 OK 我剛才測的 然後 我其實是看那個 安裝的過程是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把它按到 最新的版本 最新好像是14.3吧 然後這個 這個是watch好像是最新版本 就是要更新到最新的 你知道 因為剛才我就一直在測測測 為什麼說不能用 我們就是點進去這個App OK 我剛才有測的 這邊有些功能 等一下去看一下就好了 這邊有顯示說 什麼心力不整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設定 繼續 OK 不要 這個不是在測的喔 它有顯示說 它有顯示說你那個 你這個 你這個 訊息不整的通知 什麼什麼這種東西 只是設定的而已 然後 因為我沒有從頭 安裝過給你們看啦 所以它這個App 只是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我們要如何測 OK 我就簡單明瞭一點 OK 老婆你幫我拍一下好不好 我按鐵給大家看 按鐵給大家看 我就簡單一下 那安裝過程那些東西 其實大家去上面 看一下 OK 3C聽歌的去頻道看一下 我就不講這個過程 你幫我拍一下 我拍一下如何測那個心電圖啦 幫我拍手錶就好了 幫我拍手錶就好了 好 OK 喔 APP 拍我這邊就好了 APP嘛 這顆是你的心臟的喔 它有兩個喔 你不要搞錯了 這個是你現在的心跳喔 這個APP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是Apple Watch Series 4 第四代了 所以這一代就有了 可是已經被閹割兩年了 今天剛好下載 OK 不要 心電圖不是這個喔 看一下喔 心電圖是這顆喔 有沒有看到 再反揮一下 是這個 不是這個 你要測的心跳是這個 我剛才是搞錯 我以為這個是測那個心跳了 結果你看一直按下去 我剛才是測那個 對不對 所以錯了 不是這一顆 這顆是顯示你目前的心跳的 然後目前的狀態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要知道心電圖是按這個 我剛才搞了一大堆 差點把我的Apple Watch重置掉了 重新清除 類似重新安裝了 因為我在裡面聽歌裡面 有看到人家講說 重置就好 其實他就錯了 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心電圖的這個功能 有沒有看到 然後 然後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在倒數了 你只要把 這樣子放在這邊 他就會測 30秒 然後我的 我的心電圖是正常的 我簡單明瞭這樣拍給大家看 我現在拍的是 用我老婆的 iPhone12拍的 所以我在我影片講一些 比較簡單的 如何測0的心電圖 不是台灣地區不能用 是不能更新而已 不是不能用心電圖喔 所以這樣了解了吧 OK 你看 OK 然後 這邊 就按完成 OK 然後再測兩次給你看 他現在 同步到這邊去了 來 再一次 有沒有看到 他 他實際 他實際測完 實際測完你的心跳 你的心電圖 他就會同步到你的iPhone iPhone上面去了 我測兩次就好了 影片不要拍太長 我剛才真的搞幾本呢 從安裝 從iPhone更新到 我的TES Max更新到最新版本 你看 他同步到這邊去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再看這個結果就好了 OK一下 OK 完成 OK 好了 離開 OK OK WASH離開了 然後看一下那個 你幫我拍 不是啦 拍到這邊就好了 你要拍那個幹嘛啦 家裡是勾亂的 你要拍給人家看 等下很多人看 然後我們來看結果吧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忘記我剛才在哪邊 WASH 欸不是齁 他結果在哪邊啊 我剛才他有拍那個結 那個心電圖的結果 應該是這個APP的 看一下喔 心跳 今天的 怎麼沒有呢 因為這個還在摸手啦 沒有真的很會 心電圖有啦 開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心電圖 剛才錄的心電圖 我們最新的 剛才你看 剛剛有比較亂一點的 OK 其實大致上都OK 沒什麼問題 心電結果 喔 所有資料 剛才測的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 APP 點下去 然後其實要測的話 是這邊 WASH的 OK 點一下 按錯了 這個APP 這一顆才是心電圖的 有沒有看到 OK 有沒有看到 是心電圖的 OK 點上去 只要摸出 差不多他就會倒數了 OK 然後離開 OK 好啦 這樣有沒有搞懂啊 從安裝 然後剛才測試 然後一直按 按不懂 然後看3C聽哥的頻道 才覺得 欸 他剪片 把他那個東西這樣過了 你根本沒有講說 那個心跳的東西 其實在APP在哪一邊 的APP 我就以為是心跳那一顆 結果 靜靜按 找不到那個 那個什麼倒數30秒 結果 看那網路爬文 嘿 才知道這個心跳 那個才是真的 你要點進去 然後 就可以按了 只是說 目前好像更新的版本 好像我們這邊 不能更新了 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啦 就這樣子了 OK 拜拜 再見